台湾安全的没有钱照片发亮 结果韩粉转送了老家眷村照片 韩国瑜还来了去顺口溜 而这些和韩国瑜同出一个眷村的老邻居们 现在也个个都成了最忠实的韩粉 跟他就像家人一样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开裆裤 这个无所谈 他的好朋友从小在一起 一说是穿开裆裤去长大的也来了 而且他们还大爆料 说韩国瑜小时候 其实就是立志当总统 直说自己也是眷村土豹子 老同乡们一听到韩国瑜要来洛杉矶 直接组成了瘦德新村后援会 要立挺他们眼中这国家未来的希望 我们这些老邻居大家都感到很光荣 非常高兴 希望他能够继续努力 能够更多的人 如今位在新北市的瘦德新村 已经改建成新大楼 巧合的是盖房的建商 还正式扶龙王王世坚 而当地的老邻居 小时候都称呼韩国瑜大矛头 就算事隔多年 还是对他印象深刻 我叫他韩哥啦 因为他的弟弟韩国瑜 是我同学 我跟国瑜就比较皮一点 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 他就会教我们不要做这个 不要做那个 会教育我们 我们在受训的时候 如果是班长啊 修理小兵 那他都会义无反顾的 距离立正 直夸韩国瑜做人有义气 当年村子里的大矛头 如今成了当红炸子机 韩流发源地 昔日旧有 现在也成了韩国瑜问鼎2020 最强后盾 记者洛杉矶综合报道